今天我们今天的重点了 好 今天大家都在关心 这么民众党好 这柯文哲 柯文哲今天呢 在晚上的八点钟 积压亭北院开庭 那在这个部分 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 遭到北检向北院申请 积压境界 那么北院在召开家庭之前 先要召开月券亭 所以北院刚刚表示 到了晚上八点钟 就会来召开家庭 那值班的法官也表示 边屋表示日人月券将休息 还有呢 日券讨论时间大约八到九个小时 所以在晚上八点 好 开庭 那么考量了在柯文哲 还有彭震生 月券将会花八到九个小时的时间 那同时在这种月券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彭震生就传出因为身体不适 所以北院也急抠了救护车来 借护送医 好 所以在这个部分 今天呢 现在这个时间在六点零六分 好 距离稍后还有 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大家非常关注 在今天的进度会是如何 请问介大使 所以现在就看他会不会被深压嘛 那现在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他深压以后 他有一个说法说 柯文哲搞不好他不交保 他就直接被你 有传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直接被你压哦 因为这个是一种政治压力嘛 现在应该小草在这个 在这个法院外面啊 已经聚集啊 而且这个目前只是就他会不会升压的问题啊 大家就说要他放人放人放人嘛 那如果真的到时候没有放出来啊 那手铐一铐啊 当然他已经被扣了一次手铐了 手铐一铐就进去了啊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政治压力 民进党是一个政治动物啦 其实这个案子说实话 在台湾的这种啊 整个的这个政治文化里面啊 你说这个建案给他的容积率放宽啊 这个又不是唯一的案子 对那现在关键就变成就是说 他有没有直接的对价关系的一个证据 对价关系证据 就是在这些关键时刻啊 有一些重大的这些金流啊 进入到他们个人的账户里面去 那当然现在就是说 有关这些啊 一百多万一百七十万嘛 是不是这个钱啊 现在就变成一个重要的证据 可是你说这个案子 这么几十亿啊 上百亿的拿一百七十万吗 我是个人是有一点点怀疑啊 对这一百七十万 而且这个他老婆陈佩琪也出来解释嘛 有一个交代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看看 检调办这个案子啊 他们这个观点如何了 那我也觉得 就是说民进党事实上 他们今天打击柯文哲啊 是因为想把小草 抢回来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案子 最后小草没抢回来 而增加了小草 对民进党政府 这样子一个什么选择性 选择性办案的一个这个印象的话 那得不偿失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事情啊 反正八点快到了 那是不是会 是不是会真的啊 这个家庭做出啊 哎呀当庭收押 对 让柯P就进去了 那这个里面有很大的政治 后果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背后的常进人啊 民进党当局啊 我觉得现在也在伤脑筋 因为柯P你可以看出来 我觉得啊 基本上从柯P的心态来讲 他想说 我有功于你赖清德 你这样子对我 如果当时我跟国民党蓝白河 还有你今天赖清德在那边啊 这个啊 这个啊 垂拱而至 然后一副啊 在那边跟我谈什么清廉 跟我谈什么 什么政治 政治啊这个谈清廉 谈政治 门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柯P 基本上心里面应该一直 他心里面是这样想法 就是说 没有我柯P 你有你今天赖清德 坐那边啊 我成就了你 有你在那边吃香喝辣 还在那边办这个办那个 那你高雄的陈其脉 放出来的案子 你那个容积率给的 高雄市政府那个容积率 给的是1100多啊 对 对那你为人不去查那个案子呢 对高雄的国宾容积率是1142 因为很早人家就提出来啦 你现在提动都不动 检调在那边干嘛 听都没听过 对那其实这个案子一开始 我看柯P的反应 我就觉得柯P心里面是笃定的 他觉得说你应该不会办我吧 对这么多事情 而且柯P我觉得啊 这个人啊真的糊涂有余啦 能力有限啦 对不对 他为世人不明 用人思当 他自己也承认了啦 他自己承认了啦 用人别人思当 你硬是要这个案子把它摘成 他今天是为了去要钱的话 那你现在找到钱了吗 你找到钱了吗 170万 这个案子的对价关系 只有170万吗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想借这个案子 达到的政治目的 现在出现问题了 这个才是这个案子 会有转折点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小草会不会过来 他要把小草 他要把柯文哲的怎么样 他已经人设已经把它打破了 借着他这个 所以选举经费的把和销 他已经把它打 可是他没想到 还有这么多小草 就上街头 上街头在那边 说这个立刻释放阿伯 这个不是民进党是政治动物 他们会在那边盘算 你说押与不押 重点在于能不能够把柯文哲 跟小草之间的关系全部切断 如果这个押的话是对于 柯文哲跟小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有一种加强的观念的话 然后最后这个案子又办不下去的话 你最主要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你要有对价关系 对价关系的证据你找不出来的话 你说只用那170万 现在陈佩奇讲得很清楚 这个钱的来源的部分 那么事实上的话 那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陈佩奇说实话 你要换做别人的话 也会 可能这种大额的存款 他可能也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去给他存 他必嫌 就他的说法的话 他也就从这个ATM去存 他也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说明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中央厨房 我觉得这个赖清德的中央厨房 正在做最后政治的决定 然后看看怎么样来处理柯文这个案子 现在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 也不会那么简单的解决 是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 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晒凝露